三星NO7在台開賣 粉絲排修搶頭箱 三星NO7正式在台開賣 台灣是全球有個首賣國之一 首賣活動全在台北新一香蹄廣場舉辦 現場人潮沒想像中踴躍 到下午1點正式開賣時現場約20人 搶頭箱的郭麗玲小姐 早上8點半就到現場排隊 而11點多到現場的阮小姐排在第三位 對於NO7相當期待 她有什麼功能比較吸引你 鼻跟防水 NO7先前舉辦預購 24小時內2萬隻搶購一空 其中金色染五成 搶先拿到新機的預購消費者 近兩日卻發現有無辜當機 自動開關機問題 對旗艦機有這種問題顯得相當錯愕 陸續在PTT台大實驗法 Mobile01留言 對此三星回應 只要消費者拿到維修門市 經檢測過後發現有此問題 現場無條件更換新機 三星NO7規格強悍 大載5.7吋2K螢幕 把核心處理器64GB容量 支援防水鴻膜辨識 堪稱目前最強Android機皇 可惜相機化速漢功能沒有提升 跟S7 Edge一樣 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動新聞台北報導